如果说我生下来就跟别人不一样 那索性我就跟别人不一样好了 一开始没有人认为我做主编是可以的 但是事实证明他们是错的 我不会放弃 我认定的事情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刁宽90后竹编匠人 从事竹编手艺近十年之久 可因幼时右手不幸烫伤 让他在求学竹编的道路上遭受不少冷眼偏见 即便如此他也未停止过对竹编的热爱 希望用竹编作品打破偏见 很多人说我选择竹编有点吃力不讨好 像腿有毛病非要学赛跑 耳朵不好非要学音乐 手不变非要学手艺 竹编第一关多少人失败或跳过 我不想被卡住 一件竹编作品的诞生 每个环节都需要细致入微 在山林中寻得一颗品项上乘的竹子 将顶端的竹节锯掉 灭刀贴着竹节 沿圆弧的方向将竹节凸起的部分卷刮掉 最后将竹子对半分开 一颗竹子才可细分 最后我能学成竹编 其实要感谢两个人 一个是我入门的师傅钱老师 他是我竹编的启蒙老师 他带我入门 他还把我送到业界非常有名望的竹编大师 胡老师呢去学习 胡正恩老师教我怎么披竹子 怎么处理这些竹的材料 他让我把简单的事情做精 虽然这对我来说也挺难的 一学就很多问题 但是我看到这些我喜欢的竹编作品 我还是很向往的 学习竹编的第一步是从破灭分层开始的 要把长竹分成能编织作品细条 套的是一双巧手和耐得下寂寞的韧景 而雕宽的学习之路无非是情能捕捉 这个是拿到的 这个是送料的 就是一层要送上送 就是你不会过的时候 就是要送得很短 就是这样送得短一些 就这样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你送得短一点 那个时候手上就是会起水泡 然后水泡磨烂起血泡 血泡磨烂起紧 然后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肩膀是痛的 就是你控制这个刀的力度 就是控制不好 稍微偏一点 它会砍到手 有时候披竹子 因为它要这个动势 就是它直接过来会砍到腿 不要心 还有这个大拇指 就是因为要把这个竹子分层的时候 不小心 就是它那个刚新鲜的竹子 就会直接扎进去 别人花几个小时就能学会的事情 它总愿意花上几天甚至更久 以前的话是五点半左右 就是学艺的时候 然后晚上基本上是九点左右回去休息 就冬天的时候 这一点我非常满意的 真的 它就是七早抹黑最高 做手艺的人就是这个时间 做起来有点难听 时间就是精神 好像说实在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反正现在我想说 其实时间就是生命 其实就是时间 你做了久了 你能知道这个刀它进 它进多少退退多少 你的力度多少 这个刀它其实它不仅仅是往前进 它要往上抬或者往下压 像别人的话 就是两只手可以配合的很好 像我的话 基本上都是用一只手在劈竹子 这个右手其实只是按住这个竹子 编的会更难一点的 就基本上都是左手在编 就可能别人双手编的话 就是会很快 然后你用一只手编的又慢 又不好看 所以说也是要经过时机 当所有人都不看好它的时候 它内心坚定 用一件件作品打破所有人的偏见 它的一双巧手 不仅能将竹条横向分成十二层片状 还能将它处理成更细的丝状 最后编织成形 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不再活在别人的看法之中 不再迁就 敢于逃离舒适 接受更深层的魔力 努力追求内在的想法 第二十八个生日 选择送给自己一间工作室 竹编带给我的改变太多 十月二十五日 带着工作室的全部来了龙屋 新的生活已经开始 如今 它有了属于自己的竹编工作室 工作室不大 只有二十平米 空间虽小 可却安心 在这儿 它还收获了一群好朋友 基本上雷达不够 早上八六晚上十一点 非常非常志愿 就是唯一佩服的一个 不仅能把自己喜欢的事 分享给更多人 而后 也不再惧怕他人的看法 有点像胡马的笔笔 敢于面对自身的不足 找到自身热爱 勇往直前